我喜欢周思里七年 看着他从校园走向职场 我一直在等上位的机会 上一秒明明最易上头轻楼我的腰肢 下一秒也可以转瞬轻轻推开我 软男师 你只是我的妹妹 我懂 她起初照顾我 也不过是有利可图罢了 周思里和女朋友分手了 看见这则消息的时候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可把手机放在一旁时 我的心底还是泛起被针扎的疼意 周思里是我的家教老师 为了学业经常出入我家 少女一见钟情 我期待每天见到她 在她讲课的时候偷看她 少女的恋爱总是一发不可收拾 毕业那天 我借着酒意让她来接我 夏天的夜晚显得特别燥热 我趴在她的背上闻着她身上的味道 第一次说出了那句喜欢 可周思里只不过淡淡地拒绝了我 温润狭长的眼眸盯着双颊通红的我 丝毫没有情感 她说 我只是她的妹妹 因此我跟她冷战了很多天 直到在大学当老师的父母在外旅游 遭遇事故的消息传来 我在灵堂哭得快晕过去时 是她的臂驳撑住我 陪着我走过那段灰暗的时光 我的心总是不可一致的蠢动 也就喜欢了她那么多年 她大学毕业之后没有继续深造 和几个好友在外创业 大学没课的时候 我就会去她的租房帮她收拾房间 她的几个好友看见我都会拿我斗去 又来给秦哥哥收拾呀 他们的话每次能把我斗得满脸通红 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说 周思里就会一巴掌扇在他们的头顶 半开玩笑地说 说什么呢 男士就是我的妹妹 朋友圈说说定位在某个熟悉的酒吧 我一直跟在周思里的身后打转 明明她转个身就可以看见我的存在 可我总是看着她渐走渐远的背影 她总是听不见我的呼喊 我只见过周思里一次烂醉如泥的模样 她全身的力气靠在我的身上 几乎快把我压垮 他们都知道周思里身边有个小跟班 不管风吹雨打只要一个电话靠过来 我就会赶过去 她有个对我有意思的朋友私下问过我 为什么心甘情愿地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地看着周思里 别的人我就看不见嘛 看着对方诚恳的样子 我沉默了很久也没有答案 那就是喜欢吧 时间一长 我早就忘了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上周思里 也许是因为她的外貌 也许是因为她的陪伴 也许是因为在夏日补习时 阳光折射在她脸上的光 需要我把你们送回去吗 望着身形也不太稳的人 我对她摇了摇头 说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 周思里这次是不是动心 那个女的有那么好 脑海里自动回想起刚才在包间里的话 我下意识地侧过脸低头看着周思里昏睡的模样 心又开始痛了 自从靠近周思里之后 我就知道她心底一直有个人的存在 因为在某次醉酒时她抱着我动了情 嘴里面却叫着别人的名字 之后的女朋友大多都是与那个人相似 可我也知道周思里并不是真正的喜欢她们 我曾经不止一次盯着镜子 思考要不要去整容医院 可被周思里发现了手机里面的短信 她立刻生气暴躁指着我责骂 把我骂的狗血喷头 见我哭得上几步接下去的模样 她又冷静下来 温声细语地安慰我 男师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做你自己就好了 可那她就会喜欢我吗 所以不再挣扎 我没有再对她说喜欢二字 而是把这份情感藏在心里面 我想她总会看见我的 也许在某一年 某一天 距离上次周思里说分手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微信特别关注 声响起来我几乎立刻就顶开了她的聊天见面 男师 我女朋友想见你一面怎么办 又可气又可笑 我忘记我怎么打出了那个好字 此时酸色从心头逐渐蔓延到四肢 我心底隐隐明白这么多年的追逐 很有可能只是一场竹篮打水罢了 可我依旧想要去接近她 周思里对于我而言就是那触不可及的光 这还是周思里第一次带女朋友见我 虽然她之前换过几次女朋友 可统统都没有带到我的面前来介绍过 所以这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换上最好看的裙子 化了个淡妆后就出了门 地点约在我的大学城附近 距离还很远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周思里 她穿着普通的卫衣 混在大学生里面 竟然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岁月好像在她脸上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我依旧心动 直到我见到了她身边的那个人 我产生了懊悔的念头 那是比我大一届的大学学姐 因为刚进学校时候对我特别的关照 所以她还在未毕业实习发愁时 我主动找到周思里 问她可不可以让她去实习 我想应该是那样勾搭上的吧 学姐很热情地同我打了招呼 我饿了一声坐在她们的对面 周思里好像喝了两杯 她毫不掩饰地在我面前和学姐亲热 学姐不好意思地交称了她一眼 又含笑着让我别介意 感到眼眶发热 我急忙抬起桌上的啤酒一饮而尽 我瞧着周思里体贴地同学姐夹菜 不断地说话来逗笑她 我一直沉默地低着头 心都快碎了 那种疼痛的快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太疼了 学姐问我 你下半年就大肆了 准备做什么 周思里忽然转过头盯着我 带着一身酒气给我打去 软男师 不然你来我公司上班吧 正好岔个前台 话音刚落 学姐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 让她别闹 现在已经是老板娘的气派 她这才正经起来 她温润的毛子落在我的身上 拍了拍我的头 让我去她公司上班 每个月给我税后两万 无险一斤全买 他们身后是一片嘈杂 而我眼前是一片模糊 我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夹杂着哽咽 不用了 我考研 这家串串店规模不大 人气却很火爆 急起来的时候顾客得贴着坐 我看时间差不多正一开口要离开 可是隔壁突然产生了争执 我们寻生看去 一个喝醉的客人正和服务员产生矛盾 一眼欲裂 到最后开始动手 桌上的热油被人一掀而起 好惨不惨 正好是我们的位置 疼痛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我放下护住脑袋的手 正要看周思里有没有受伤 周思里正把学姐整个人搂在怀里面 温热的唇针凑在她的耳边 不要怕 我记得父母刚去世的时候 我在遗体前崩溃 他也是这样搂着我 对我说 不要怕 附近的警察很快就过来 在清点受伤人数的时候 周思里好像才想到我 他连忙蹲下来检查我有没有受伤 望着他担忧的神色 我心里的委屈当场爆发 好疼 周思里我好疼 真的好疼 见我泪流满面不断叫疼 周思里也许意识到了严重性 连忙开车把我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在路上我听见他的安慰声 男师 再忍一忍 很快就到了 可是 真的好疼啊 把我送到科室道处理 周思里一直陪在我身边 期间他接了个电话后回来便说有事要出去一趟 男师 你先在这儿等我回来 到时候我再来接你回去 顾佳泽 就交给你了啊 临走前 他又给值班医生交代着 他跟医生看上去好像很熟 待周思里离开后 我的目光才落在给我处理的医生脸上 哄啊 这 这不就是上次给我告白我拒绝了的那个人吗 只见这男人饿一声 拿出医用手套套上就开始给我处理 我隔着泪眼 因为哭得太用力而不断地抽气 顾佳泽好像也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 摁着我的手就是一阵冲喜 脸上的表情比狗是还臭 汽水泡了 你忍一下 别动 你也不想留巴巴 他冷冷地瞪了我一眼 随即又低下头继续处理 好像很无语我这样子 也是 想也不用想 我这个在他们圈子出了名的舔狗 更何况我还拒绝过他 岂不是得公报私仇 可他手上的力度逐渐放软 头颅低在我的面前 脸上十分认真 他好像有点好看 说实话 我有点尴尬 两年前的人影跟眼前的模样重合 我的心也就愈发下沉了两分 问题不大 后天再来找我换药 顾佳泽抬眸看我 看我的眼神里面带着几分嘲弄和疏离 你真是贼心不改 好家伙 一句谢谢卡在喉咙里面 他穿着近日的白大褂回到电脑面前打单子 金丝边眼睛在光线的折射蒙上一片白光不送 他冷漠且刻薄的感人 我才不走 我跟顾佳泽在处理室大眼灯小眼的坐在一个小时 我也没有等到那个人回来 度秒如年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我就能感受顾佳泽落在我视线就多了几分笑意 周思理 求求你了 快来接我吧 他值班时间好像到了 去换上长服 出来的时候我坐在了外面走廊的长椅上 凌晨十二点半 我果然始终也等不到他 我又在自取其辱了 在别人的面前 顾佳泽看了我一眼 脸上没什么表情 手里面捏着车钥匙 走吧 我送你回去 我在等周思理 只听他轻泽一声 无奈地说 他今天不会来了 笃定又讽刺 原本我还想反驳些什么 可对上顾佳泽的那张脸 我突然觉得无论我说什么 都是个笑话 就多余 上了车没多久 周思理就给我打了电话 说是学姐那儿有点事 所以拜托顾佳泽把我送回去 并表示这人很靠谱 封闭的车厢还放着王妃的暗用 岂不就是我对周思理情感的写照 这不得不让我怀疑顾佳泽是在内涵我 我打开车厢让夜风咕噜咕噜的灌进来 带住这不大的歌声 阮男师 你怎么都不长记性 顾佳泽用恨铁不成钢的口吻对我说 仿佛对我很失望 我却因为他的话而陷入了沉思 对啊 我怎么都不长记性 喜欢周思理太久了 久到卑微了到一定的程度 我已经是缴械投降的状态 无论他怎样都可以 可他是啊 管我 管你批事 我还在逞强 我们四目相对 最终是顾佳泽办下来 送我到了租住的公寓楼下 我便打开车门跳了下去 那男人连忙叫住了我的名字 我转过头去 他正好摇下车窗看着我 对我嘱咐道 记得找我换药 回家后 周思理给我发了消息 我没回 手上被烫伤了 我连血脸都费劲 在疼痛之后 我想起周思理护住学姐的模样 我给周思理打了电话过去 那边刚刚接通电话 我就先开了口 周思理 你是不是真的看不见我 可是我真的好疼 极度充斥在我的心头 这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我还比不上学姐吗 你知不知道 伤口会留疤 你为什么都不关心我 反而把我丢在哪儿 你没有心吗 对方沉默了很久 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答案了 我只不过在等他的选择 我第一次对周思理放了狠话 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要不还是放手算了吧 可每次看见那张脸 我依旧欢喜 我知道我有病 我好像听见了学姐在呼唤他 我僵硬地挂断了电话 好像心里面被人划了一道口子 血水源源不断从里面喷涌出来 那种爱而不得的感受再度袭来 我只感到几乎快把我给击溃了 这些年来 为了靠近周思理 我拒绝了亲戚的让我去他们所在地生活的请求 我报考了本市的大学 拒绝了所有人的可能性 一心一意地看着他 可我不是没人要的 明明也不是第一次 可我还是感到心头那种深刻的痛感传来 几乎快把我湮灭 卑微地暗恋到这个地步 我连我自己原本的样子都快忘了 这这么多年来我好像都在做无用功 明明人家只是因为失声情才观照我 可我却一股蛮劲冲了上去 也活该我不可得 我跟周思理就陷入了困境 我们谁也没有再联系对方 我不再希求手机会响起他的电话 我去找顾佳泽换药的时候 主动告诉他我现在放弃了 男人嘴见了一句 哟 您现在想清楚了 在我的巴掌伸出之前 他又说 这就对了 后面更好地在等着你 言语置地有声又认真 是个猪都能听出来 他在真诚地祝福我 他对着我的时候 眼角微微上扬 看上去心情很不错 我抿了抿嘴 一句谢谢终于说出了口 之后我们交换了微信 我对顾佳泽说没必要这三个字 毕竟之前那些不愉快的回忆还在 而且一见到顾佳泽 就会提醒我那些不堪的感情 顾佳泽也没有逼我 时不时会给我发消息 问候我在做什么 有时候又会给我分享一些日常 我也会耐下心思跟他聊天 更重要的是他是个野王 带着我从青铜上到了荣耀王者 是有多夸我找了个很好的上分工具 我为此快乐不已 直到他某天再次提出让我做他女朋友的事情 我终于问出了我的疑惑 你不会介意我曾经喜欢过周思琳吗 他见过我疯狂爱一个人的模样 说实话我不太有精力去再次疯狂喜欢一个人了 我怕他落差太大把我丢了 直到顾佳泽靠近小心翼翼的把我拥抱在怀里 我抬头时正好撞进了他温柔的眼眶里面 卵男师你好伴你真的好伴 我已经很久没被人全身心的爱过了 我答应顾佳泽的时候 他整个人笑得不知所以 拦着我的时候他的手都在颤抖 真是让人感觉暖暖的 交往之后 我才发现顾佳泽真的是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着 他总会提前给我泡好糖水 冒着大雨排队给我买早饭 用心给我准备惊喜 甚至每天下班后会在家做好饭等我实习结束 话说为什么两年前那次聊天之后 你就不见了 我再也没有在周四里的任何场合见过他 他一度认为是不是因为我而绝交了 心里这样想着 也就这样对他说的 顾佳泽正在洗碗 桌上还放着他刚刚给我买回来的某可兰多奶酪棒 闲眼看我 我去国外交换了 你来医院之前不久才回来 好吧 我整个暑假都没有在联系那个人 直到在学校大型秋招活动里做志愿接待企业负责人时 才再次跟他见面 这下我才突然反应过来 这段时间里面我已经很少想起周四里了 暑假的时候顾佳泽特意休假带我将这户各个景区到处游玩 周四里早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了 我低头在想 原来忘记一个人也不是那么难 结束后一起吃个饭 他先完明后低声对我说了句话 我原本是想拒绝的 但我想了想 认识那么多年也没必要做得那么绝 于是我叫上了顾佳泽 三人行的时候 我坐在后座莫名有些尴尬 周四里见到顾佳泽的时候很明显愣了一下 我笑得挺甜的 斯里哥 不介意我带上男朋友吧 真的 当我加上鸽子的时候 周四里整个人的脸都黑了 他的目光通过后视镜头我撞见 我波澜不禁地给他回应了个大大的笑脸 吃饭的时候 我无视周四里一直落在我身上的视线 和顾佳泽你来我往吃得十分开心 期间周四里加了不少的菜在我的盘子里 一转眼又通通落在了顾佳泽的肚子里面 我心里叹息 可真是个簇筒 学姐呢 你怎么不叫上他 还是顾佳泽先挑起的话题 他期间不断地说 感谢周四里那天把我送到了他的医院 我会感谢你这个大舅哥的 周四里明显有被气到 脸上的表情就快挂不住了 我才在桌下踢了踢顾佳泽 告诉他让他别太过分了 这顿饭吃得很明显不太开心 周四里走之前想跟我说说话 也没有找到好的时机 悠悠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把他送走 顾佳泽脸上的笑容也放了下来 他松开握着我的手 然后任性地往前面走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好像生气了 我小跑几步跟上他的节奏 试图牵他的手却一下又一下地被他扔开 等我故意不哄他的时候 顾佳泽又转过身回来 天色有点晚 他眼眶有点红 牵上 我突然很明白顾佳泽此刻的感受 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想起了我自己 所以我直接挂在他的身上让他别难过了 看他难受的样子 我心头就像是有蚂蚁在啃咬般的难受 密密麻麻的 没办法 忍不住 对不起 嘿 商量时候的冷漠呢 心里阿嬷狗男人 可我抱着他的手更紧了 我目送顾佳泽开车回医院上班 正于回家的时候 一辆熟悉的车停在我的面前 为什么他还没走 看你刚才没吃多少 我们再去吃一点 所以周思里根本就没有离开 而且一直尾随着我和顾佳泽 等着他离开后再来找我 我不知道他意欲如何 不用了 送我回家就好 可周思里并没有听我的话 我看路线不对 深呼吸了一口 思里哥 够了 周思里把车停在路边 他看我的时候明显双眼含着怒气 眉头下沉 可是不对 他生气什么 我哪里说的不对吗 他的唇敏成一条直线 阴郁地质问我 为什么和顾佳泽在一起都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当着我的面和他亲密地摇耳朵 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哪里没有 我也曾经一张眼里都是他的存在 我喜欢他喜欢到失去自我 可是他不需要 我只说过一次我喜欢你吗 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为什么 要来则怪我 他不再是我第一分享的人 无论是快乐和困难 我找到了新的人来接受我的所有 可他无礼的话 让我愈发的难受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立刻拉了下来 你 你为什么不开心 这不是你一直希望的呢 周思里 你知道我喜欢你的 可我累了 没办法继续来舔你 我给过你机会的 是你说的 我只是你的妹妹 我喜欢顾佳泽 不是因为要气你 而且我感到自己的情绪已经被他拨动 我想让他开心 为什么 要把最后的脸面给撕掉 为什么 要这样看着我 为什么 要流露出这样的神色 我从未见过周思里如此 我望见他眼角泛起水光 他一脸不可置信 他混乱不规律地喘息声回响在我的耳边 他逐渐向我靠近 情急之下我哭出声 顾佳泽 他的动作停顿 所以我和周思里不欢而散 他想让我和顾佳泽分手 借口是他还没有好好观察顾佳泽的人 以免辜负老师对他的栽培 没错 周思里曾是我妈的学生 所以他才成为了我的家教 是你说过他可靠的 之后的之后 我听周思里的朋友说他又喝醉了 让我过去接他 毕竟对方耍酒疯 我说打电话给学姐呀 可以往都是你过来接人的呀 对方低沉的笑意让我十分想回到过去伤我自己两巴掌 我才不去 我明白 其实我在周思里的朋友眼里 就是个谈资 所以我转个头就让顾佳泽去接他的大酒歌 过后我也没有听到任何的风声 我们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虽然联系方式没有拉黑 可每一次只要我PO出和顾佳泽有关的内容 他从来不会点赞 而我也好久没有看见他和学姐的动态了 毕业之前我考研没有上岸 整个人在家郁闷了整整一个月 毕业答辩之前我每天都待在房子里 不见生人 周思里在这期间给我打了个电话 可我随便敷衍几句就给他挂了 之后电话也没有再响起来过 而顾佳泽就会跑过来不断地安慰我 给我做各种好吃的 再拉着我出去消失 我吵闹着让他全身心仰我算了 他捏了捏我脸上的肉 然后说 男师 人生有很多条选择的 并不是考研这么一条路 是啊 人生有很多选择 不一样偏执于一点 又不会死 日子还要过 当初我也不是非某人不可 但是到最后我才醒悟过来 不值得的就不要再留恋 错过的就是错过 其他事情也一样 毕业典礼那天 顾佳泽特意请了一天假来陪我 看我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站在会堂讲台 他给我拍了很多好看的毕业照 全部存在他的手机相册 往下滑的时候我才注意 里面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瞬间 顾佳泽可真会啊 毕业后我在本地找了个公司上班 工资不高 但也够用 日子过得很风平浪静 我还养了一条狗 顾佳泽给他取名叫做宝贝 直到某一天学姐给我打了个电话 问我有没有空出来一下 隐约察觉是跟周思里有关 可我出于礼貌还是去了 学姐 你是认真的吗 为难的再次询问对面漂亮的女人 被她这样的想法而震惊 学姐苦笑 右手随手在杯子搅拌起涟漪 无奈又卑微 我从来没有那么喜欢过一个人 男士你也知道 一向都是我甩别人的份 可我 真的好喜欢她 为了她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我不应该去实习的 那样就不会遇见她 她又过来抓住我的手 一脸忧虑 看吧 周思里总是能有这样的魅力 可我不确定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正确 还在犹疑不绝时 学姐对我说 男士 只有你 只有你才能帮我 让她答应我 所以我跟周思里爆发了从所未有的争吵 因为学姐拜托我的时候不是一般的小事 而且 求婚 我只需要把周思里约出来就好了 周思里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很开心 说我终于不那么讲了 几乎是立刻就答应了我的邀请 可到现场得知一切后 她死死的瞪着我 我很清楚 她眼神里面的东西叫失望 我好像做错了 可又没有做错 所以我转身就离开了那儿 我没有看后续 还是顾佳泽给我带来的消息 说是周思里拒绝了学姐 并且当场说了分手 第二天下班时周思里就来等着我了 烟蒂散落在垃圾桶旁边足足十月根 我站在原地不敢动 软男师 你还真是好样的 你就那么希望我娶别的女人吗 周思里咬牙切齿 看见我是几乎是跑过来的 她的手紧握着我的双肩 我能从眼睛里面蹦射出来 你为什么变了 你不是说的最爱我吗 以前的软男师哪里去了 她的声音不大 却也惹得周边打工人不断地注视过来 眼看着她气急败坏的模样 我只觉得好笑 所以我也回击 我用力地推开她 为什么我就要站在原地等着她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说周思里你心里没点数吗 为什么学姐要来找我帮忙 而不是找其他人 你以为是我想插手吗 我只是想跟你划清界限罢了 她几乎是顿在了原地 逐渐流露出受伤的表情 我以前是真的好喜欢周思里 特别是父母去世的那段日子 她每天都会过来陪我 给我做饭 教我复习 给我力量 我对她的爱意也就随着回忆日益增长 她对我而言不是少女情怀的心动 而且精神上的支撑 是信仰 可有一天 信仰崩塌 我尝过心破碎的味道 那是你从来都不会理解的感觉 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你舍弃掉 周思里 到最后 我真的不爱你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最初对我那么好 只是因为你想继续深造 继续留在我妈的手下考研究生罢了 最后一句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早就知道周思里是以这样的心态来接近我 主动来当我的家教 可我甘之如银 哪怕是被她利用 我也没有对任何人吐露出不满 我想见到她 想有很多的机会和她待在一起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就可以满足所有 可不是每一次的伤害都能够被磨平 她总是一下又一下地插在旧伤口 哪怕鲜血淋漓 她也看不见那份执念 终究也就消失了 以至于周思里 后来对我说出的那句喜欢在我听来 也只不过是轻飘飘的一句话 没有丝毫的作用 周思里并不放弃 甚至开启了穷追猛打的方式 开始学起以前我喜欢她的表白 每天都会有喜欢吃的外卖送到 会在入秋时把我温热的牛奶送在我的手心 有一票难求的演唱会门票 甚至会偷偷过来给我打扫房间 顾佳泽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顾佳泽 别 可周思里依旧是陪了我走过那段灰暗岁月的人 顾佳泽吃醋到连夜搬着行李箱到我的房间 得知我的房子是周思里帮我租的时候吵叫着给我换房子 见她在沙发上搭起自己的小窝 还忍不住回头给我发疯 软男师你放心 我就不是爱占那便宜的人 夜晚出房间倒水 见顾佳泽睡得东倒西歪 被子都掉落在地上 我过去给她盖上被子 细细观察着她这娇好的面容 手腕上被紧紧地捉住 随即唇上已热 软男师 你好甜 她睁开眼笑嘻嘻的 脸颊因睡觉而透着红润 我满眼都是两个字 可人 可我还对顾佳泽之前冷漠的反应怀恨在心 顾做傲娇 现在不骂我了 她笑得开怀 把我抱进她的被窝给我捂住 我心安理得享受她的服务 十分得意地说 原来顾先生那么喜欢我啊 都好几年了 孩子心不改 哼爱 他故作深沉 好像很吃亏 我本来都放下了 可那天你来上药 眼泪鼻涕地掉 把我整个人都哭麻了 就又上心了 想起那次哭花尊容的样子 此时我给她一拳头 你想死吗 冬天的雨就是这样 稀稀利利的 过年的时候周思里主动联系我 今年过年过去嘛 毕竟父母去世后 我都是和周思里一起过的 可我今年答应了顾佳泽 他沉默了好久 等我在电话里询问了好几遍 他才回答 问我年后要不要和他一起去给我父母上香 我干脆地答应了他 他这一次细心地准备了所有东西 给我说话的时候我也在回答 甚至在有趣的点时 我还会多给他说上几句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过年不回家 就在我家一起过 我爸开着玩笑说把我的红包都留给你 还有那次 你给我开家长会 我骗同学说你是我的童养夫 哈哈哈哈哈哈 周思里无奈地摇头 是啊 问题是你说的有模有样 连我都信了 帮着你骗你同学说起这个的时候 我们不约儿童流露出最温柔的笑容 果然过去的才是最好的 我给我爸妈聊了会儿天 无非是告诉他们我这一年的近况 上完香后我告诉周思里 顾佳泽会过来接我 周思里就陪我一起等 半傻男师 我回过头看他 周思里痛苦地看着我 一言又止 脸上的表情很难看 像是嫉妒 就像现在才想起来这些年我的爱恋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绝对不允许当初的阮男师再做出这种傻逼事 我的感情终于上了岸 可我依旧要谢谢周思里 是他教会我怎样去喜欢一个人 周思里 我缓缓地叫出了他的名字 忧郁挂在他的眉头 低头看我的时候 整个人好像真的难过得不行 就像流浪的狗狗 真正让我放弃你的事 你的温柔不局限于我 在你捂住学姐的那天 说出不要怕的那一刻 他还要反驳 但我率先一步 可是我真的爱上顾佳泽了 我爱上了那个只想逗我笑的人 所以顾佳泽来接我的时候 我直接转过当着他的面奔向了顾佳泽 奔向了那个温暖的怀抱 他眼神锐利地透过我盯向身后的男人 仿佛很是不愿 我扬起笑容多着嘴对他撒娇 顾佳泽 我好爱你呀 等我再回头看时 周思里早就不在原地了 说不清倒不明心里是什么感觉 但我知道 绝对是解脱占了大头 我跟他再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了 13 一年过去 我收到了学姐的结婚请柬 上面的男生看起来很阳光 他们看上去很登对 我想他对学姐应该很好 由于疫情 我赚了个大大的红包过去 学姐对我说 软男师 谢谢你 我微笑着看上面的字 我知道学姐应该也对那份感情放下了 周思里的公司上升很快 所以直接搬去了经济之都立足 我跟他渐渐地也就断了联系 就连送机的时候我都没去 下班的时候因为工作还剩很多 我抱着一堆文件走出公司 身边新来的公司职员小王不停地围着我转 软姐 你就给我吧 小王刚毕业 一看就是单身了好久 刚进来就加了全部门女生的微信 每日每夜地找人聊天 我侧身拒绝 可他不依不饶 幸好顾佳泽过来接了我 软姐 他是啊 一个我自刚出口 顾佳泽就接过了话 我是他宝子 你看可以吗 他挑眉 看着小王的时候微微抬头 凭着身高优势压迫对方 说话的时候还略显怒气 我边借安全带边对着顾佳泽打去 哟 是我的宝子呀 只见男人凑头过来亲了我一口 双眼发绿光 你也可以叫我爹 特别是在床上滚 我没忍住一脚踹了上去 并扬言让他道歉 不然我就去王者撕皮滴滴 对不起 爸爸